为啥非要学信经 面对里面难免有人的思议和自己的领受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猜测 什么叫做人的思议 好像我们属灵的标准 比这个古代教父们更属灵似的 人家也是祷告很多的 研究圣经很多的 哲学比我们的懂得多 原文也比我们懂得多 比我们更谦卑 我们怎么这么大胆地去猜测 人家写就是思议 使徒信经也不是一个人写的 而且被众教会接纳 这个就不是容易事情 你不相信你写个思议的文章 看看流浪量有多少 能被众教会接纳 这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有良心 都读圣经 你写的有问题 人家不接受 所以大公性的重要性就这样 你讲出来 大家都会分辨 圣灵在每个人的良心里面 都会光照 出于神的被接受 不出于神的会被虑掉 会有人批判 而且有很多的信经 比如说我们说除了使徒信经 我们比较不太清楚 什么加科顿信经 亚他纳修信经 什么尼西亚信经 是开会的时候 各个教会代表开会 都是长老 都是这个主教们开会 当然这个主教 不要想到中世纪后期的 罗马天主教堕落的主教师 那个时候就是监督啊 什么牧师们 那个地区的牧师们 代表来开会 来制定的啊 不是私议 私议是自己躲在书里面 祷告祷告 突然奇思妙想 或者是抱着某种目的 自己搞出来 你自己搞出来的 你自己的想法 但是信经 信仰告白 基本上是 即便是一两个作者编制了 然后大家开会 一起研讨 通过了才被接纳的 像海德堡要林文达 虽然是有两三位作者写的 但是后来大家也看过 那个地区开会嘛 然后商量 巴尔茨这个地区 他们到底要不要接受 经过大家祷告商讨之后 没问题 他们才正式接纳的嘛 所以他具有大公信 他不是自己搞出来的 不是自己的领受 这我们想象力太丰富了 所以中国教会 有一种传统的这种 调调不要随便丢啊 这种杀伤力 比较有杀伤力的 人的私意和自己的领受 这个是很具有杀伤力的 但事实不是的 这信经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搞出来的 又不全对 你发现哪里有错了 你就指出来吧 哪里不对你说出来 这个又不全对 是我们猜 是吧 明显是猜嘛 对不对 不要乱猜 基于事实说话 是人做出来的 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至今为止 有人能够指出 他的问题的 这样的人 这样的天才还 要么就是错 乱指 要么就是没有人指出来错 毕竟当时制定的时候 也是很严谨的制定的 很多圣经专家们 敬前的教父们 神学家们 牧者们开会 还有诸多的错误 骂呀 这个都是我们猜测 引起纷争 引起纷争是会的 为什么 灵派他不接受 韦斯米斯的信仰告白 对不对 那没办法 那不是我们信经的问题 是对方的问题 亚流什么异端 他们都不接受 很正常 不接受 证明他们不是出于真理 正证明他们是里面的灵 是妞妄的灵 如果因正统信仰 引起纷争 是纷争的人的问题 不是正统信仰的问题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又不是神的漠视 好像你很讨厌 这个信经信条 这里面很多的话 都是你自己的私意 自己的领受 我不知道哪位同学写的 这个你也知道 我没有恶意 所以给你加上印象 就以后再说话 说小心点 我们学了神学的人 不能随便讲话 这个很多都是猜测 我们可能受传统的 观念的影响 对信经不太了解 然后就这么妄论 批评信经 信经是对你有益处的 建立你的信仰 保护你的信仰 信经不是囤绑 让我们下地狱的 所以不必要对信经 这么恐惧 这么抵触 哈